来看一下今天榴莲的价格 这个金枕头榴莲是219泰铢一公斤 11点到下午2点 以及下午5点到晚上的12点 才准时卖酒类鱼品 哈喽 我们今天准备去采购一下 我们要去泰国一个仓储式的超市 今天有点下雨 我们4点钟出来还是比较堵车的 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大家都下班 这边起司的种类还挺多的 我们买一个然后做早饭就用 这个是12片是99泰铢 还可以呀 我们需要买一瓶料酒 这边有泰国和日本牌子的料酒 没有中国的 这个是日本的料酒 然后是195泰铢 这边是水果和蔬菜区 来看一下今天榴莲的价格 这个金枕头榴莲是219泰铢一公斤 这个叫杠铢是长饼的吧 长饼榴莲219差不多 有一个叫 参尼金尼199泰铢 金尼榴莲它长的跟这个金枕头和那个长饼是不一样的 比较圆一点比较小 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199泰铢一公斤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彩色的蛋是什么 看 这个是彩色的蛋 松花蛋 对吧 是叫松花蛋 这是花椒叶 太多了吧 这是菠菜 对啊 这里吃多少顿 菠菜也没有小的 对 这带小的 对 这带小的 大家在泰国也不用担心这些咱们中国这些干货 比如说木耳或者是香菇 这些东西都有 泰国人吃辣椒好厉害 你看 这一墙全是辣椒 这种干辣椒 果然是小岛哈 就是整个鱼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 在这个市场我们是买不到活鱼的哈 一般鱼都是冰冻的 因为他们泰国是性活的嘛 一般的人都都不会买活鱼回去自己杀 够大吗 这是我唯一能吃的鱼了 螺菲鱼 海鲜过敏 然后这里海鲜区的鱼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我是吃不了的 这各种颜色的棍子是干嘛的 这是表示你想让它怎么帮你处理鱼 比如说我想让它把我清理干净 然后切片 我就用这个蓝色的条 然后我会把蓝色的条放到你的袋子里 它就会把你清理 好 等一下过来拿就可以了 我们刚买的这个螺菲鱼 它帮我们清理完切块以后 价格是102主 好 带一条鱼 它这个超市的分区还是非常的明确的 这是肉类区 包括了鸡肉 猪肉 牛肉和羊肉 这个超市最头痛的就是来买肉 你看 要是买随随便便一块都这么大 得有个两三公斤的感觉 都挑不出小的 这个 这个相对小一点 那也很大 对 所以说如果说是小家庭的话 可能不太适合 一大家子的话呢 这边买一个星期的菜还是比较不错的 中间这些冷柜还是买多保障的 如果说喜欢吃火锅的朋友的话 找鸭肠啊什么的 可能就在这个某一个冷柜里面 我们刚来泰国的时候很奇怪说 泰国怎么买不到鸭肉呢 后来才发现他们都是做成这种冷冻的了 对吧 有整只的这个鸭的冷冻 对 也有分部位冷冻的 比如说鸭翅啊 然后这个就是鸭脚是吧 嗯 对 它都已经冻好了一包一包的 也挺方便的 这个还没有特色的是 鲜花 其实主要是他们那个来来供服的一些花 这个Macro它是一个仓储式的超市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货架 非常的高 一直到它的房顶 然后上面几排全部是放它的库存 泰国是按时段来卖这个酒精类的饮品的 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以及下午五点到晚上的十二点 才准许卖酒类饮品 那其他时段是不能买酒的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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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对 三 他们这边还要检查一下这个小票 然后就是象征性的盖一个帐 估计他们也没有仔细翻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